完成挑战 请人请你的时光点唱人 音乐会海报 会是谁呢 哈喽 哈喽 你看 谭间刺 哈喽 现场的老师们大家好 我是谭间刺 因为此时此刻 我还在剧组拍戏 非常地遗憾 今天我不能到达现场 跟大家一起聚会了 本来今天是要跟紫棋 一起合唱的 我真的特别遗憾 不过呢 我已经拜托了导演组 帮我把我的礼物送到了 所谓背后 有个袋子在那儿 这是 谁的礼物 是一盆绿植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是 这是一个雪片帘 雪片帘 雪片帘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是一个 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它长得太像我 演组里边那一个雪片帘 雪片帘 真的 你的新专辑非常非常地好听 每天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我其实都会单曲循环的 尤其是那一首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这首 在这里要祝你的新专辑大门 加油 他又一次抛弃我 他上次是什么 本来是这样的 我发了一张新专辑 为了让大家听呢 我就去写了一个十四集的 MV剧本 因为我很怕伤 我超级色恐 所以我如果跟我不认识的人 去演谈恋爱 我真的 我不行 所以 所以我就在想 我去找谁 找个我认识的人 然后熟一点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剑刺 剑刺 是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他很会演 这一次 我邀请剑刺来当我的男主角 对 但是呢 当时开拍了之后呢 就因为疫情 然后突然拍到一半 我们集体要待在家里 然后他就回不来了 我当时就 发给他一首歌 就是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我就说你走吧 然后我就很伤心 我当时是在微博热搜上面 看到见词的名字 我都会心痛 心痛的那种 就觉得好像失恋的感觉 今天又一次让你失恋了 结果 他用不来 里面那个信封礼是什么呢 他的道歉信吗 他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胆子很大 我觉得 我想说 你除了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以外 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开的人 那你就要自己唱了 对 太好了 我们也想听你唱 有请邓紫棋带来惊奇演唱 你不是第一次